打高端疫苗的民眾 現在成了外界口中的新四季福音戰士 還被台北市長柯文哲來嗆瞎說 指揮中心啊 這不是混打 而是根本重打 至於前立委郭正亮 則點名了前副總統陳建仁 你當初出來護航高端 如今卻完全都沒有出來吭聲 在今天呢 國會大現場有什麼最新的發展 更多的內容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記者李佩軒 來 國會大現場 我們今天請到我們裕正委員 聊什麼議題呢 聊到高端 好 高端最主要是因為 現在出現很明顯的緩打潮 因為國際疫苗開始足夠了 不過現在有一批 甚至有一批到今天就要到期了 還有很多是到月底到年底 就要陸陸續續開始到期 到底該怎麼處理呢 委員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在這裡 嚴正的呼籲衛福部 所有的疫苗 是要打到人的身體裡頭的 我們的國人不是白老鼠 還是要以國人健康為優先考量 如果真的校期已經到了 適不適合這樣在延長時間 來增加它的保存取消 這個應該要有真的很嚴謹科學的證據 不然實在是在傷害國人的健康 再加上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形 是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世界各國大部分都不承認 如果你打得高端 你是不能入境他們的國家的 所以等於是打得高端 你只能在國內活動 如果萬一你有什麼事情需要出國 這個是沒有辦法 等於是寸步難行的 所以現在當然衛部也說 可以在混打也好 加打也好重打也好 反正就是必須打四劑 就是原來那兩劑等於跟沒有打一樣 那這樣的打法是不是對 施打的國人身體健康上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疑慮 就是在這麼短的期間內 連續打了四劑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這樣子對身體上會不會造成什麼不可知的影響 這一點衛福部也必須要說清楚 至少讓這些曾經這麼相信你們的這些高端分子 可以了解會對自己的身體造成怎麼樣的損傷 這點非常重要 還是回到科學根據 以國人健康為優先考量 本來想當高端分子 就想不到變成新四季福音戰士 不過現在大家更想問的是 為什麼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蔡政府還在玩文字遊戲 還在從原本說混打 就被柯文哲踢爆說這是重打 重打完之後莊人翔要出來救假 說不是不是要加打 還在玩這些文字遊戲 混打也好 重打也好 加打也好 就是這些人都要打4劑 如果真的要打到 可以出國的這個完全保護力 那要打1 2 3 4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打了4劑的疫苗 對身體會不會造成不可知的這個傷害 衛福部真的有必要說清楚 因為這些人的確是因為信賴衛福 而去打這些高端疫苗 但是我們還要問一個 在事前 在日前的時候 很保護高端的我們的前副總統陳建仁 他現在當然他跑去了立陶宛跟波蘭 但是他也是打高端嘛 因為他後來去做了補打 那今天我們有問到陳人中部長說 到底他是不是要去做加打或重打 以便他日後去更多的國家 因為像是我們的小英總統或是賴清德 他們也許會有一些禮遇在國際間 他打高端沒關係 但是一般老百姓到底要怎麼出國 是啊 所以當然我們的總統副總統 他們有一些外交泡泡 但是一般的國人就沒有 所以會不會在這一點 還是必須要出面負責 到底當初你們審核通過高端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到底用什麼樣的依據 如果真的可以為什麼 或者是外交部在這個部分 在世界各國上 為什麼沒有讓我們的高端 可以讓世界各國認可 至少讓主要的國家任何 讓國人可以順利的這樣出國 這個一定要有部會擔出責任吧 OK 非常感謝委員 謝謝 今天我們的陳部長 他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有特別講到說 該負的政治責任一定會負 但是我們就不禁想問 到底要怎麼負起責任 而另外剛剛也有提到 包含是我們的前副總統陳建仁 在之前出現環打潮 以及出現更多的國際疫苗之前 他是非常大力在推行 我們的國產疫苗高端的 而如今他跑去了 不管是立陶宛或是波蘭出差 出國視察 但是他自己打高端 到底回來之後 還是要進行一段時間的隔離 也因此包含是前立委郭政將 也想問 之前護高端護成將的陳建仁 現在怎麼都不出來 坑據聲音了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不禁想問 也不禁替我們那些 新四季福音戰士而感到疼惜 到底我們的小老百姓 有沒有辦法一次挨到第四針 有沒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現在都還沒有做出 更多的研究報告 就直接說可以開放 不管是混打重打或假打 這樣對這些打高端的人民 真的有負起責任嗎 出播 我覺得是很大的信念 應該是很大的信念 是否且我們能做的 我們其實很大 我們今天 有 會